吴宁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来看到 在光复乡公所办公大楼僻件工程 目前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何时落成启用也备受地方的关注 那么在26号的上午呢 乡长林清水道场关切工程的进度 并且表示后续内装以及周边的环境 也加强改善之外呢 乡公所目前也提早展开搬迁的作业 希望吴宁接轨能在今年的4月份完工启用 光复乡公所新办公大楼主体建筑都已完成 现场施工人员现在就忙着做最后收尾的工作 乡长林清水也特别敢在年节前夕到场 感谢现场工作人员的努力之外 也进一步了解整个作业进度 光复乡公所在108年规划发包 然后拆除之后我们在109年8月份正式来动工 所以目前来讲应该已经到收尾了 结构已经到收尾了 那我们后面接着就是要申请使用执照 我们一定大概清明节后应该就可以来完成这些 2021年7月正式动工僻件的乡公所办公大楼建筑 总工程经费讲仅8000多万元左右 虽然在疫情以及建材上涨的冲击 但整个工程进度仍能如其进行 为了届时办公厅设软硬体完工与搬迁时间能无缝接轨 相公所也及早启动相关的搬迁事宜 希望能在今年4月份同步完工进驻 好我们的论别设备当然在没有取得使用执照之前 其实我们陆续在做招标的工作 像我们桌椅电脑冷气 还有我们周边的围理 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规划 希望说取得建筑执照之后 赶快来做搬迁了 然后这段期间当然我们感谢我们的内政部 县政府我们县议会 都把我们预出很多经费 让我们可以顺利来完成 光复乡公所新办公大楼 外观造型简洁有利 橘黄灰白的配色显得格外活泼有活力 虽然整个场域尚未完成 但现在已经成为了光复乡内 最具特色也特别强颜醒目的建筑物 乡长令清水也特别感谢上级相关单位的支持 协助地方的建设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